Hirotoの敬語道場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アゲマス代表給別人的意思 所以這是一種類的針對別人的動作 然後這時候的A的部分 不一定要用我 有可能是你給他或者他給你 或者他給他有各種的用法 然後這裡看到的 是代表對…的用法 代表對象 所以B的部分表達針對B的意思 私は友達にお菓子をあげました 這是我針對朋友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要確認的是 AはBに… てあげます 這時候的あげます代表 A給B的恩惠 所以這個文法的重點 這個文法的含義就是 B應該要感謝A的意思 所以這個文法針對 要尊敬的對象用的話 不可以 先看第一個 私は彼に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 這個動作已經看到 我針對他的動作的意思 因為我說彼に… 接下來 私は彼に日本語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た 這句話代表 我叫他日語 然後 あげました 代表 我給他的恩惠 所以代表 他應該要感謝我的意思 另外 要注意的是B Ni的部分 因為這裡看到的Ni是代表 對象 那麼 這個動作 根本不是針對別人做的事情 那麼 不要用 Ni 我們看一下地球 私は彼を公園へ連れて行ってあげました 這時候的 連れて行きます 代過去 不是針對他的動作 這個就是 我把他帶過去的動作 那麼 不要用彼 Ni 這裡要用的是 彼 O D R Moraymasu D 我們先確認一下 這個用法 A Wa B Ni を Moraymasu 這裡的Moraymasu 代表 A 收到東西 的意思 A 然後 A的部分 不一定要用 我 可能是 你 從他那邊收東西 或者 他 從 你那邊拿到東西 各種情況都有 然後 Moraymasu 的情況 不一定是 A 請 B 給 東西 不一定是 A請求的情況 所以 這裡看到的 B Ni 的部分 大家注意一下 不是代表 對象 因為 Moraymasu 根本不是 A 針對 B 的動作 反而 B針對A的動作 日文的 什麼什麼話 什麼什麼 が 這個部分 人 代表 接受動作 的人 那麼 這時候 主動的人 後面 要搭配 你 這個文法 很像 被別人 做 的文法 那我介紹 你一個 被做 被動的 例子 我 妹妹 是 自己 主動的 人 然後 妹妹 是 自己 她是 吃的 動作者 主動的 人 像這樣子的 文法 裡面看到 表達動作者 Ni 的用法 然後 Moraymasu 的這個情況 所以可以認為 從 B到 A的東西 的移動 A是從 B那邊 拿到東西 搜東西 所以 B的後面 其實可以利用 Color 私は 友達に 本を もらいました 友達から 本を もらいました 也可以 這個是 我從朋友那邊 搜到東西 的意思 所以 這本 是 朋友 給我的 從 朋友 到 我這邊 移動 接下來的用法是 A B に シェマシェマケ モライマス 這裡的 モライマス的概念 是代表 A 從 B 收到的 演繪 所以 還是代表 感謝的 行義 就是 A 要感謝 B 這個意思 那我們對比 兩個 例句的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友達は 私の 仕事を 手伝 只要代表 朋友 幫忙 的 情況 而已 私は 友達に 仕事を 手伝 て もらいました 表達 我 結束 我 演繪 所以 這句話 變成 私 我 結束 演繪 我 要感謝 語らす 友達 你 是 手伝 另外的重點 這個例句 不能用 友達 から 仕事 手伝 貸 て もらいました 危険嗎 因為 朋友 幫忙 的 這個 情況 根本 沒有看到 從 朋友 那邊 到 我 這邊 任何的 移動 那麼 你和 から 兩個 都 可以用的 例句 是 是怎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 私 は 友達に ペンを 貸して もらいました 私 は 友達から ペンを 貸して もらいました 這兩個例句 都可以用 因為是 貸します 這個動作 他借給我的動作 看到 從 朋友 到 我這邊 移動 的 情況 然後 貸して もらいました もらいました 表達 我 針對 友達 感謝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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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他 2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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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は私にシェマシェマをくれます 这里的くれます代表 别人给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从别人的动作 别人针对我的动作 基本上くれます的对象是我 但是如果有内部和外部的分别的话 不一定是私に 可以代表外部的人给内部的人 那这个情况 然后这里看到的 你和あげます的时候 你是一样表达对象 所以私に是代表 针对我的意思 友達は私にお菓子をくれました 友達は私に朋友 针对我くれました 给我给我 接下来的例句 先生は娘にのおとをくれました 老师给我女儿 这个就是外部的人 Z对内部的人 那这个情况 接下来的用法是 什么什么 てくれます 的这个用法 动词的后面加上 くれます的方法 这个概念 基本概念是 别人给我的宴会 所以代表 我要感谢别人的含义 那么我们对比 这两个例句 第一个 彼女は私にケーキを作りました 这里看到的 私 你 就是表达 Z对我 我是对象 那接下来的例句 彼女は私にケーキを作ってくれました 作ってくれました 的话 可以代表 他给我的宴会 所以 可以代表 我要感谢女朋友 的这个含义 然后 什么什么 てくれます 的后は 私 你 的用法 要感动词的意思 如果 全对我 的后は 那直接用 私 你就 OK 了 但不是 对我的意思 那么 要用 另外的 彼は 私を 公园へ 連れて行って くれました 这时候 他 連れて行きます 带我去 不是表达 针对 我的事情 就是 把 我 带过去 那么 你要用 私 我 私 我 我 做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可以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今天我介紹的是 揚げます、もらいます、くれます的最基本的部分 然后这个揚げます、くれます、もらいます 还有礼貌的用法 差し上げ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くださいます 还有如果想要学习很细节的部分 各种各类的文法进入的话 我现在有现山教学 大家看一下下面、影片下面的评讯 本日の敬語道場はここま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